浓郁的巧克力覆盖在蛋糕上面 爱吃甜食的人怎能不心动 尤其是里面还有巧克力慕斯 水果果冻和巧克力碎片 一口咬下去 层次分明的口感差点把人融化 那么再搭配上那个红尼罗勒 以及这个乌龙茶的巧克力慕斯 那么这个口感非常的顺口 不甜不腻 带有淡淡茶香 这个独特的创意让台湾代表队 一举夺得亚洲西点杯第二名 看看师傅们熟练的技巧 蛋糕不知做过几千回 但第一次代表台湾出赛 还是紧张的做噩梦 睡觉都还做梦在做蛋糕 早上的时候根本没有睡 已经做了两次 我说我们现在要去比赛做第三次 所谓熟能生巧嘛 看看这只巧克力做成的豹 还有拉糖雕塑的凤凰 都在个别项目夺下冠军 以后大家吃蛋糕 可要选台湾本土味的 谁说法国来的蛋糕比较好吃呢 记者 徐载桑默瑞台北报导